好,各位同学,我们来讲解一下再载路掉头 那么像现在这条道就是双向两车道 双向两车道的 那么只有一根道过去,一根道过来 路面相对于比较窄 在载路掉头,首先我要考虑我的车先往右靠 尽量往右靠 那么之前说过,靠右边 右边的参照物到车头的三分之一左右 就是旁边车轮到20到30公分 尽量靠右 靠右以后 然后右边是最近的距离的 我稍微增加一点,待会往左打过去 增加一点往左边的距离 然后现在已经靠到最右边以后 打一个掉头的灯,对吧 往左,我要给后面车一个提醒 安全,然后检查好前方有没有来车 后方有没有来车 观察清楚了安全 然后走东方向安全 这个时候左边走到最大的距离 就是观察左边的边线或者是旁边的花台 走左后视镜下方路出来接触到 可以停了,就不要再走了 再走轮胎就要上去了 然后回方向往右打满 往右打满,这个时候车尾往右再走 车头就应该往左再动 到了停,由后车到车的视线的时候 我们看车尾接触到后面的边线就可以停 或者是左后视镜,观察左后视镜里 你的左后车尾和旁边最后的线接触就可以停 好,安全了,然后往左打满方向 这个时候车头已经向左了 观察右边,观察左边 好,安全的情况下动车 一次停留了,到了一次车 然后就掉头掉过来 然后掉头就掉过来 也就是说载路掉头 先靠你顺车道的右边 贴着最右边来靠边 贴好靠边的距离以后 最大的幅度 把左边的距离留宽一点 然后再往左打满方向 让车头形成掉头 形成掉头过去在哪停 因为我不能一次掉过去 这很窄 那么就观察左边的边线 或者到处的障碍物 在左后置进去下方 露出来就可以停了 这个时候就说明前轮 可能马上就要压住它了 这个时候停了以后 方向往右打满 反方向打满 反方向打满 然后车尾就会向右 车头就会向左 再转一次,对不对 好,然后留过了距离往后倒 倒到后面 车尾接触的后面线就踩 踩住了左打满 好,现在我们再来试一下 再来试一下 先往右靠 右靠 三分之一贴好最右边 踩 好,打一下灯 对吧 然后方向左打满 观察 前面有非机动车 我先不忙 先不急 就是要等到一个安全的时机 再掉 好,前面还有车 我等 前面还有车 我等 所有的操作和安全的意识都是一个安全的操作意识在进行 好,刚才说了 往左打了以后 然后看左边 这下方 是不是 我会比我花台为准 花台路完 踩 对不对 下一眼看到没有 好,然后往回打方向打满 这个时候车尾进倒胆 车尾就由 就 由左变右往右在行驶 最笨重的往右 好,车头就在往左 然后看 有倒车影像 看后面接触到障碍就踩 没有就看左边 那样左边那个后轮 对不对 然后左打满 然后观察好 好,再走 一次就掉过来了 一次就掉过来了 就是窄路 还有的窄路 你不一定非要在这儿那么窄的路面去掉 我开到比如说前面有路口 宽阔一点的地方我再掉 对不对 就是灵活的去 灵活的去处理 灵活的去处理 像比如说如果我在这儿掉 我先往前开 然后把车尾移动到这个缺口里面 再车头往左 不是就一次就掉过了 就是不一定非要在横窄的内节内段路去掉 如果是非要 那就要考虑这两个问题 就刚才的方法 就这样子就掉过来了 就这样子就掉过来了 就这样子就掉过来了